接著到第11題 我們現在有一個降頁圖 裡面統計了一個足球隊成員的年齡分佈 他跟我們說IQR是14 然後中位數是31 partA叫大家找個A和B出來 partA的話我們可以利用IQR去找個A出來 我們可以先數一下這裡應該是有20個人 應該是20個人 所以我們知道IQR應該先在中間 然後各自有10個人 然後在裡面再細分 所以其實Q1就是這裡 接著Q3就是這裡 所以我們知道IQR的計法是36 然後減回20加A 是等於14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16-A等於14 所以我們會有A等於2 就是這樣 接著就找到中位數 中位數我們看到就是30加B 再加30加B再除2 所以其實B應該等於1 就是這樣 做到這一題 然後到B 到B了 就問大家 如果現在有一個球員 就離開了足球隊 B一part就問大家 對於我們的Mode 中數是有沒有改變的 我們先插上面的東西 我們首先要想一下 現在的Mode是哪個呢 現在的Mode就是這個 應該是36 他這樣問我們 就是如果我今天離開了Mode 假設有一個年齡是36的人離開了 那會不會讓我們的中數有改變 你留意一下 雖然它4天最多 但因為你離開了一個之後 有機會同時間有兩個數據 都是出現三次 那就有兩個Mode 但今天來說 我們似乎沒有數據 是出現了三次 所以其實應該是沒有改變 所以回答No 就可以了 然後就到B2了 那就問大家 如果我們的Range是減少了 OK 我們的Range是減少了的 那就問大家 我們那個最大可能的SD是多少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 今天來說 如果你的Range要減少的話 即是在足球隊離開的那個人 要麼就是17 要麼就是43 兩個就是一個 那就會令到我們的Range是減少了的 但問題又來了 就是呢 你今天是要找到 Greatest possible of Gadsden Divation 那就是說你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走的那個人 究竟應該是17 還是應該是43呢 那我們就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走的那個人 距離那個Mine是越遠的話 OK 因為其實SD就是指數據距離Mine有多遠 那你想想如果你今天走的那個人 距離那個Mine是遠一點的話 那就是說那個數據集中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SD就會變小了 那所以如果今天這條題目是這樣問 他問你 最大可能的SD的話 那就是說走的那個人 就不應該是距離Mine最遠的人 因為如果你走的距離Mine最遠那個人 那你的SD就會變小了 那所以唯有就是一個近Mine的那個人 那從而令到SD就會變大一點 OK 就是對比落是大一點 那所以其實呢 大家穩陣一點就當然兩個都試了 那其實如果大家會看的話 你應該是走17這個 是正路一點的 那所以B2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Mode4那裡 OK 去Mode4 那然後呢 就input回這裡這麼多個數據 那我們走了17 那所以我們就由18開始 M加19 M加20 M加20 那接著呢就到20加A 那就是22 那有兩個的 那接著就28 M加28 M加28 M加29 M加 B呢 是1來的 那所以就是31 M加31 M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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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出現了4次 那這些大家可以自己按一下 然後37 38 43 那你應該算到最大可能的SD 就會是7.16 就是這樣 那我就成功做到第11題了